如果把梦想比喻成难以攀登的喜马拉雅 我相信只要努力不放弃 终会有属于自己的舞台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喜马拉雅 那就是我们的梦想 2014年8月7日 我第一次认识了你们 当看到三个陌生面孔的我 很是好奇开头的广播体操 羞涩却不失活泼的脸庞 你们的一切都吸引着我 渐渐发现我好像喜欢少年了 和自然堂一起为追求梦想而努力 技术技能向光而生